每次當內閣改組或是總統大選的時候 央行總裁彭懷南就經常被點名 這一次也不例外 傳出了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多次敗會 彭總裁要勸進2016來為藍營出征 而朱立倫回應 自己跟彭懷南一師一友經常起義 但還是強調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傳聞 新北市長朱市長已經立了我們的 2016大選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不打算參戰 卻傳出近日敗會 央行總裁彭懷南好幾次 希望彭懷南披上藍軍戰袍出征 彭總裁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義師義友 我一直把他當成自己的老師 我非常的尊敬他 也常常的有機會跟他請議一些問題 我也不知道今天為什麼有這樣的傳聞 現在市長答案投手 好 謝謝 敏感問題朱立倫轉頭就走 藍營學密王牌投手勸進11A總裁 角逐國民黨初選 黨內立委也樂觀看待 他的高知名度跟他的一個高專業 還有他的國際上的一個聲望 那不過我們也不可否認 在基層上來講 如果沒有大家的一呼百應的話 那時間會是他最大的一個 頭痛的地方 年紀會不會是彭總裁跟市民的選擇 年紀或許 但應該不會是絕對 而彭懷南的高聲望 經常是內閣改組 或是政府總統搭檔的熱門人選 不過卻始終只聞樓梯想 我又在徵詢了彭總裁的意願 他還是很明確的告訴我 他沒有意願 這跟過去好幾次內閣改組的時候 都有人不請讓他 我都會去徵詢他的意見 而且徵詢了不止一次 他還是很堅持 說他的專業呢 就是在於金融貨幣這方面 他不希望離開 而且他只是最後一個工作 彭懷南始終強調 央行總裁是最後一份公職 不過彭懷南的行事風格 該出手時就會出手 這次會不會被總教練朱立倫說服 挑戰2016 藍綠都在密切關注 郁電TV胡錦順 綜合報導 而且在密切關注 於是 t